民进党主席也将会在今年5月份要改选了 那么现在也传出前主席蔡英文有意要回锅 有几可能呢再跟谢长廷来个菜蟹结盟 好 两个人呢可能会前进2016携手合作 一起来对抗现任的党主席苏贞昌吗 不过今天蔡英文就表示这个说法太过了 他强调目前为止没有特定的想法 也没有特定时间 而谢长廷也否认自己要选党主席 贴上红冬冬的春联小英客家办公室开张了 红橙黄绿一整排小猪特地摆出来 仅仅hold住两年前609万票的支持 是努力保温拼2016还是回锅党主席找筹码 这个这个是诱导师的询问 对 主席没有了 那都不用打了 没有没有 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定的想法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表 那民进党的主席下一任的主席 是要担负很重的责任 那也跟整体的民进党将来在2014跟2016的布局都有关心 选不选党主席 攸关2014-2016绿营选战资源分配 蔡英文留下神秘问号 不过党内传出中常委谢长廷也有意搅逐党主席正在争取蔡英文的支持 蔡谢结盟由小英来选2016总统就不需要承担党主席包袱 这个讲法太过了 每一个党的比较重要的领导阶层的人 大家都需要跟党的其他的人共同来合作 你有什么理念你讲讲看 而不是整天都在吵 讲说谁要选啊 谁要选啊 谁要联合选啊 这些其实是负面的 人民听到这个 我个人是觉得很感 苏哲昌前脚到欧洲拼政党外交 卸菜结盟立刻发酵 五月党魁争霸战两颗太阳 日夜不休 3D续文章号一新竹采访报道